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這裡是民權時報 我是陳欣 人物專訪的節目今天好不容易又邀請到我們的楊瑞銀 楊老師 擺盲之中抽空來上我們的節目 要跟我們的觀眾朋友今天談談這個用中醫 來看這個五臟排骨的平時養生法 其實這對我們每一個人來講都非常的重要 老師可以先跟我們觀眾朋友問個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久不見 可能兩個禮拜 因為事情實在太多了 今天我們進入我們的另外一個主題就是 五臟的排骨養生法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我們楊老師的基本資料 楊老師的基本資料是廣先堂生技中醫的顧問 然後這是目前的限制對不對 所以老師真的非常的厲害 而且他對於檢驗的部分 應該是說現代科學的檢驗方法 將西醫的精華和中醫的精華結合 然後來看一個人的身體 就是給每個聽眾朋友或觀眾朋友了解 我們的身體的養生以健康的方式 所以是運用科學跟中醫的方法 這樣還蠻厲害的 基本上現在是科學化時代 我們不要再講說 單純從把脈的角度去看 還是從穴位的角度去看 我們可以加上我們在臨床上看到的 所謂檢驗人學 或X光或電腦就好像掃描 電腦就好像掃描 電腦掃描 或那個核子公正 所有的數據出來 在和中醫一起評估出來 就是真正我們身體現在的狀況怎麼樣 哦 這樣是準確度高很多了 那我們的五臟排毒大家一聽 五臟就是我們的心肝脾肺腎 所以老師會從心肝脾肺腎來跟我們談談 五臟排毒的平時養生方式 因為我們在眾醫裡面 最重要的論的五臟就是心肝脾肺腎 那這心肝脾肺腎在西醫上面 它也是非常重要的器官 所以我們從最重要器官來談 我們平時在家裡面做哪一些小動作 或做哪一些小小的方式 可以幫助我們這五臟的排毒 讓一天累積下來毒素能迅速的排出去 老師這個會不會很困難 這很簡單 好 因為很簡單 所以繼續看下去 那我們從 那講五臟排毒 我們從先從心臟開始來講 心臟我們講大家都知道 心 我們心臟是主要在運輸血液 還有這個心臟像馬達一樣 讓輸送血液到每個部位去 那在心臟 我們在眾醫裡面講 心 心臟的時候它基本上它會有火氣 在心火旺盛的時候 該怎麼辦 還是心臟比較虛弱的時候 心血不死的時候該怎麼辦 這個就有方式來幫你解決 像如果今天觀眾朋友或聽眾朋友 基本上如果你覺得心火比較旺盛的時候 我們會首推你泡個蓮子心茶 老師你是說那個蓮子中間那綠玉的心 對 撲出來一點點 那個好像專門有在賣 有在賣到 重要房去買就有 我有喝過 就是喝起來有點苦甘 不是苦甘苦甘 是很苦的甘 那我可能沒有放很多 我就是放一點點 但是因為蓮子心比較苦一點 然後如果很怕苦的觀眾朋友 可以加點甘草 一點點甘草下去之後 可以中和它那個酷的 比如說一片或兩片就好了 對對對 那個茶喝起來非常好喝 然後平時不管上班在家裡面 帶一點點蓮子心放在茶杯裡面 那個可以泡一整天都可以 這樣子針對你昨天晚上失眠不好睡 或是今天因為工作繁忙 比較有點脾氣上來之後 其實喝這個也可以壓抑你的脾氣 哦真的嗎 對對對 鋼的心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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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如果要發脾氣的時候 對對對 鋼的心茶 鋼下去 如果說基本上有的 有的觀眾朋友 有的聽眾朋友 感覺到說 有的時候我就覺得我心臟很像是 有點肥大的感覺 其實如果說你心臟有點肥大的時候 基本上我們建立 你需要中藥房一樣要買個 鋼的心火 竹葉 鋼的心火 你跟老闆講說你要鋼的心火 鋼的心火 鋼的心火 拿了一點點 也是跟那個臉死心一直泡它喝 它能幫你舒緩你心事回答 而且效果 這是一般的保健 一般的保健的方式 如果你在我們的螢幕上 你可以看到 我們有一個穴位的按摩 心臟排毒穴位的按摩 這個穴位來看是少虎穴 位置在我們手掌心 跟第四五掌骨的之間 這個大家大練抓一下 按下去你會 鬆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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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 你基本上來講 你就看 在這邊 你看我們這邊有一個線 有一個線 對對對 線的上面 然後 中間的點 尾指跟這邊 這個線的中間 對對對 這尾指的線 跟這一條 每個人的線不一樣 抓中間點 抓中間點 對對對 哨虎穴 哨虎穴 老師我們離起來 都沒有什麼感覺 很好的嗎 不是 要離起來 要省尾要省尾 省尾要省尾 我都沒有 有有有 按到了 按到了 你抓到那個穴位 你就按到的時候 你就會省尾要省尾 算是 算是哪一邊 兩邊都可以嗎 兩邊都可以 所以你在看電視的時候 你在家裡 你坐在沙發上的時候 沒什麼事情 你就可以按一按 還是在辦公的時候 你先把工作放下來 休息個五分鐘 兩邊手按一按 我們哨虎穴 這邊按一按 基本上對你心臟都非常好 真的 老師這個就是保健方法 放保健方式 平時保健方式 你也不用花什麼大錢 那如果這種 按起來很痛 表示心臟的問題 不是 那是剛好症尾 不是很痛才會有問題 如果不是像我們去那個什麼 那個腳底按摩的時候 好痛好痛才會有問題 不是不是 基本上會痛會痠 基本上就是那個穴位 然後有人 有中那個點 對有中那個點 那個點之後 產生出來就是 你看你去給那個 中醫師拯救的時候 他把你拯救的時候 他會給你轉一下針針 轉一下針針 你覺得好痠 好痠 就是那個感覺 哦 那個就是真正 他中醫師把你扎到正整 正統的穴位 你才會感覺 哦 所以這邊是看到心 心看完 我們接下來看肝 肝 心肝不會離開的 肝臟的話 平常在我們 聽眾朋友或觀眾朋友裡面 比較常聽到 因為我們指導會自己講說 我是不是肝火比較旺盛 那我是不是有點口臭 還是我怎麼樣 都是肝臟問題 肝的那個點斑 對 那肝斑啊 還有有時候現在最流行大家講 脂肪肝啊 對 脂肪肝的問題啊 這都是肝臟的問題 是 那因為我們所吃的 所有的食物的解毒的東西 幾乎在肝臟所先 先從肝臟來代謝 所以肝臟在我們平常 日常生活中 是最重要的一個器官 那中醫來講的話 基本上來講的話 中醫最好的 保健的那個肝臟的東西的話 基本上來講的話 我會建立 這邊有寫 我這裡有寫個枸杞 泡枸杞茶 但是 還有一個 但是我沒有寫到 在我這邊補充叫 陰塵蒿茶 陰是陰塵 陰塵 陰塵就是陰味的陰上面加個草字頭 耳東塵 蒿是同蒿的蒿 同蒿那個菜的蒿 陰塵 所以這個是中藥店也是買到的 對對對 中藥店買到陰塵 陰塵 那我去中藥店買個陰塵蒿 然後自己桌量 少量桌量 一個打500cc一個桌量 也是泡茶嗎 泡茶喝 而且針對我們肝臟的基礎 我們講的GOTGP的酵素 稱為酵素 那它是苦的還是乾的 乾的 喔 那就還好 它蠻好喝的 蠻好喝的 陰塵蒿還蠻好喝的 那陰塵蒿我再強調一次 陰塵蒿蒿 陰是陰味的陰加個草字頭 草字頭 耳東塵 對 然後耳東塵 我們姓陳的塵 耳東塵 蒿是我們同蒿的蒿 同蒿蒿蒿 一個糕一個草字頭 是的 這個陰塵蒿蒿 然後還有基本上我們平常 肝臟的話 最喜歡的食物 就是綠色的食物 綠色的食物 可以讓我們酥肝 打 酥肝解育 讓我們整個肝 因為肝臟它比較喜歡舒展 舒展的話 你看到綠色的食物 吃到綠色的食物 幫助肝臟排毒的功能更快更好 所以我們 很多蔬菜都是喔 蔬菜都是 綠色的食物 蔬菜都是 而且平常你想喝水的話 可以在水裡面加個橘子皮 或檸檬水 老師你說的 這橘子皮是像人家陳皮 還是說一般沒有帶乾的橘子皮 洗乾淨也可以 洗乾淨就可以了 一般我們現在當季 當季生產的橘子剛出來而已 那柳丁行嗎 柳丁也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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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皮洗乾淨也可以泡 對對對 喔 了解 這都很簡單 很簡單 而且這些東西有時候 橘子皮或柳丁皮 本來就不要的東西 可以留下來 留一點點自己泡個水 泡個茶喝 這個都很好 然後我們這邊有穴位的按壓 好的 穴位的按壓 穴位按壓你看我們這個圖裡面 在我們的腳掌上面 是的 腳掌上面 在足背的第一第二紅骨的結合的凹陷中的 對 用拇指按三到五分鐘 這個穴叫泰沖穴 泰沖穴 泰沖穴是針對我們肝臟排毒功能非常好一個穴位 也不用太大力去按 老師我常常按這個位置 按起來很舒服 喔 這 我覺得它就是痠痛的感覺 不過 這是你痠痛的好個喔 你如果痠到穴位有痠有麻的感覺好個 所以就有重點 有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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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我們講到腎臟的時候 我會形成腎臟那個泳泉穴的整個按的感覺 麻到 酸到麻到你五隻腳趾都會麻 真的嗎 真的 可是我發現老師 那個泳泉穴好像很深很難按 其實很深 基本上你用大拇指整個壓下去的時候 你一壓一轉 我後來給他用那個 借助我們刮山幫我 對對對 可以 那個這樣好像比較 比較直接 比較深度一點 比較深層 但是那個麻就是很麻 對對對 那雖然麻是很麻 等一下我們再談沒關係 OK 我們先談完肝臟之後 是 那接下來新肝之後我們就是皮 皮 我們倒倒皮臟來了 好的 皮臟基本上在中醫的來講 基本上是開皮健胃啦 是 在西醫它是造血基能 那基本上來講到這個皮臟的時候 基本上 皮臟基本上我們講的話 它比較喜歡酸的東西 酸的東西 香菇梅啦 醋啦 你中年有果汁醋啦 什麼烏梅醋啦 還有現在很多健康的果醋 果醋 都可以 都可以 那些醋都可以去泡茶 稀釋茶之後 來喝 而且這個 針對我們的皮跟胃 都相當好 而且喝下去之後 基本上 它最短時間內 能排出 我們體內的所有不好的東西 就是毒素 所以它基本上 酸性食物 所以基本上它有健脾的功效 了解 然後基本上如果講到 因為 基本上在食物上面 我想這很簡單 因為我想 每個人都可以去 因為先拿到醋很簡單 對 不像以前 那個所有的超商 超商 超市都有 都有都有 還是生機 生機超市都有 他們都有都有 那個基本上 喝醋 對你皮或胃都非常好 老師會不會太開胃 就吃太多了 應該還好 但是 吃太多 如果胃口太好 要自己 要把它少吃少一點 對 要親自一下 結識一下 然後在我們 基本上 我們皮脹的穴位的話 就在我們講的 商丘位置 是 商丘在我們角螺 內螺 在內側 那個角螺 凹陷中 用手指按 按樓穴位 那你其實你看 也是按到保持酸 重的感覺 即可 而且每次差三到五分鐘就好 因為這個位置比較接近骨頭 對 應該按 應該很容易就重 這個很容易按 這個很容易按 好像找到那個穴位 很容易找到穴位 腳的 腳這樣腳的內側 如果觀眾朋友看不清楚的時候 你可以把它當類格 看到這個點的時候 讓它停止一下 你找出那個點 把肚放大 找出那個點 反正可以截肚 可以截肚來看 這個位置其實不難找 不難找 雙腳都要按 雙腳都要按 都是雙腳都要按 對 像我們剛剛介紹的很多的穴位 對 像什麼燒虎 燒虎 太蔥 這個傷丘 全部都是有兩邊 對 走兩邊的 然後下面我們已經乾脾肺 到肺部 肺部 你看現在我們已經秋天了 是的 秋天的時候就是最好養肺的季節 喔 秋天養肺 對對對 那秋天養肺的話 秋天要吃什麼東西來養肺 對其實秋天的東西最好養肺的東西是柿子 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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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柿子和杏仁 杏仁 杏仁 這東西都是 尤其白色的東西 白果 白色的東西 白色的東西 它是針對養肺最好的食品 是的 然後基本上在我這個卡片上面 我寫的是那個蘿蔔 那是蘿蔔 那是蘿蔔熬湯嘛 熬湯 基本上蘿蔔 還有一個叫百合 百合 百合是最好最好 幫助肺脹 養肺的食物 老師講這個百合 好像之前我們已經有一堂養肺 對 很多都是用到百合的東西 對對對 然後基本上在這個百合或蘿蔔都OK 然後白色的食物 剛剛講的那個飾餅 起餅 起餅 起餅點餅 老師你講的 它上面有糖霜的 糖霜的最好 糖霜的最好 那個都養肺 養肺 也是要講 因為它有糖霜 所以我們還是適量 對對對 有糖藥病的患者要適量 對對對 要適量 吃東西其實適量 適量最好的 適量最好的 然後在穴位的按壓的話 這個穴位大家都知道 這叫河骨穴 河骨穴 河骨穴很多人認為說 它不是養肺 其實在幫助胃上排骨的功效 它是非常好 而且還有一個功效就是 當你頭痛的時候 暈車的時候 頭暈的時候 這個河骨穴是相當好的位 一個穴位 這個位置不是比較感冒的時候 對對對 其實很好找這個位置 對對對 像我們在搭捷運公車的時候 你不要一直滑手機 就按按你的穴位 對對對 你在公車 或是搭交通工具的時候 一按都不會浪費你時間 都不會浪費你時間 而且非常簡易的方式 這個位置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那我們就緊接著 心肝皮會腎 腎 最後一個器官 腎臟 腎臟 剛才我們就直接跳到 剛才我們講的 泳泉穴那個位置 對對對 那個泳泉穴 你真的按到泳泉穴的時候 你那個五根小指頭 腳指頭都會酸麻 酸麻 五根指頭都會酸麻 都會酸麻 而且麻到你會很 覺得那不是不舒服 而且那是很舒服的感覺 真的嗎? 如果說你去腳底按摩 你去巴黎壓 壓的時候會比較痛一點 那真的是酸麻 這酸麻 湧泉穴 也是我們的生命之犬 對 對對對 有的這樣叫生命之犬 有的叫生命之犬 有的叫生命之犬 都一樣都可以用 但腎臟的食物來講 基本上 我們在講的話 基本上是以山藥 山藥這種東西 還有淮山 還有黑色的東西 黑色是黑的 黑的叫什麼核手屋 核手屋 黑豆那些都是 對對對 有人會流行黑豆腸 那基本上 這個也對你腎臟養生非常好 腎臟排毒非常好 那個黑豆腸 很多人都是 比如說 烤過 會不會覺得你有點太照 基本上 如果照了你就不要 你就不要烤過 你就是單純泡黑豆腸 就是 生的黑豆 生的黑豆 可能煮一下 對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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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紅豆一樣 煮一下就好了 不要 不要是那種烤過 或除了過 對對對 那邊照熱的人 可能不適合 那個方法 對對對 然後還有我們講的腎臟 基本上最好的排毒的東西 就是冬瓜 哦冬瓜 冬瓜可以做好多東西 冬瓜現在再來也要有細節 對 那冬瓜 因為冬瓜你最好用的東西 冬瓜你可以熬湯 你熬很多湯 不管排骨湯煮魚湯 什麼都可以用到冬瓜 甚至單純吃冬瓜都OK 哦 對對對 那會太冷嗎 冬瓜不會 冬瓜基本是不是會冷 哦 了解 不會冷 其實它是比較利尿 哦比較利尿 它比較利尿 吃的時候 對 其實 其實基本上有時候放到也一件好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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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吃一點冬瓜 反正它就是溫和的 溫和的東西 因為我們都會有一個誤解 就是瓜類的來扛就是比較利尿 其實不會 原來冬瓜是它不會 不會不會 那其實腎臟的話 腎臟你想吃的食物 基本上像韭菜 韭菜也是對腎臟非常好 如果說你要泡茶喝的話 至少你可以泡韭菜籽 韭菜的種子 哦 韭菜籽 韭菜籽那個韭菜籽會炒過 你去泡來喝 那個對腎臟的氧氣 和腎臟排骨也不錯 也相當好 對對對 所以這種東西都很容易取得 對對對 觀眾朋友 都很方便 今天如果看到我們節目 你會談到 都談到 基本上都是 都基本上 講解到不算 講解到不算 五百五十三分錢 不過你有時候要用你不收 就要用什麼方法 對自己保養 我們老師所排列出來這些 不管我們之前講的養生的排骨 其實都非常的簡單 就從我們生活上面去應用 包括我們老師講的這些食用的 這些物品 這些食品 其實都很簡單 而且都不貴 對不對 都不貴 不是那種頂級藥材 你非得去買那種 不用花很多很多很大筆的金錢去 去 取手可得的一些東西 因為養生 養生是每個人會做得到的事情 沒錯沒錯 不用說一定要花很多錢去做養生 你養生現在就要開始 對對對 不要等老了再開始 你現在養生 15年以後 也是還像現在這樣 現在很年輕 會動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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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喔 有排毒 然後又養生 觀眾朋友 你一定會動靈 那個要動靈 你就看我們的節目 就對了 你今天比如說 你現在剛好50歲 可是你有養生 你在10年 你還是50歲 對 可是如果說 你現在50歲 你不養生 你10年 你可能變70歲喔 變70歲喔 你雖然60而已 可是你變70歲 剛才我們要講肝臟那一個 我們要跳回去肝臟那一個 那張圖一下 好的 肝臟那一張圖 好 肝臟的圖的時候 我們看到肝臟 剛才忘了講一個肝臟的那個茶 肝臟的茶 肝臟的茶 我們剛才講的陰塵好茶 還有一個五味子茶 五味子茶 這個剛才補充一下 肝臟上面 我們可以泡五味子茶 是 這個是很方便 老師你這次講的都只有用泡的 很方便 放在杯子裡面 對 不管你要泡500cc 300cc 1000cc 隨便你自己 那一天可以喝到那麼多量嗎 可以啊 一天我們 一天我們人 我們人一般攝取的 那個 水的量 2500cc到3000cc 所以你喝這個跟你喝茶一樣 所以老師 這個不會 就是說跟我們喝水是有衝突的 不會不會 基本上你想喝白開水 你喝白開水 這樣講的時候你想喝 我想喝養生茶 你就喝養生茶 就好啦 所以它是不衝突的 不會因為說你喝了這個 就不是喝白開水的水 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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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的 你像你喝咖啡 你喝咖啡你還是喝白開水 對 你喝了手搖杯你還是喝白開水 不是老師 因為有的人說 這樣子它就不是白開水的那個效果 不會啦 基本上來講的話 這些都是泡 都是很簡單的東西 很單純 而且就一味而已 它不是很多東西在裡面 而且它是對身體好的 像今天老師講的 都是排毒的東西 對對對 排毒的東西 可是我們剛剛好像 那個腎還有一個穴位 穴位 穴位就是 泳泉穴 對對對 所以這個穴位在我們的腳底的中間 對對對 在我們腳底中間 你那個最好 那個點最好找 就在我們腳掌 我們腳掌翻過來的時候 在腳掌的凹陷處 凹陷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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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把它刺下去 這個位置其實可以長按 長按 其實有時候像我在看電視的時候 兩隻腳伸起來就該按 對對對 按了兩隻腳 兩隻腳都麻掉 痠掉的時候 要走下來變軟腳 真的嗎 不會啦 這 老師跟你們開玩笑 因為你會麻 但是按完之後其實是輕鬆的 但是很輕鬆 真的隔天早上起來的時候 有一些晚上按了之後 你按完之後 你就上堂睡覺 其實隔天早上起來的時候 你精神好 兩個腳非常輕盈 就很不一樣 對對對 非常不一樣 好的 今天老師講的這個 五臟排肚平食養生法 你們都記下來了沒有 沒有記下來沒關係 我們除了在我們民權時報的 粉絲專業直播之外 另外呢 也會上民權時報的 YouTube的這個版本 所以如果你們想要知道 老師講的養生啊 講的這些排肚 也可以上去做搜尋喔 對 那希望下次還有機會 再請到楊老師來 OK 好 講不一樣的養生的 好 的這個最善的 最善的 好 謝謝 謝謝觀眾朋友 謝謝 謝謝老師 下回見